知名教育家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嘉伦 他生前收藏的上万本藏书 历经战乱和多次迁徙 如今飘洋过海回到台湾落脚在政治大学 日前罗嘉伦的女儿代表父亲捐出了一共 一万三千多册的藏书 包括清朝乾隆以前的善本书 非常珍贵 从政大校长吴思华的手中 接下校方为父亲制作的纪念专刊 他是五四运动领袖罗嘉伦的次女罗久华 再次回到这个父亲曾主持教务多年的地方 堪堪而谈父亲的爱书 罗久华就从抗战胜利后 一家定居南京的生活开始说起 先赴有空的时候 就常常去父子庙附近的这个旧书店 和股东店去看书看股东 所以我就跟他常常去 每次去总是带了许多的书具回家的 所以这是我对他常书的一个最先的接触 即便在战乱的时代或是远赴印度担任大使 也都从未放弃任何一本珍藏 那个时候先赴还在印度 他回到台湾以后 觉得那个时候这里的设备并不完备 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要保持这些书 所以要运到这个澳洲 因为那个时候母亲带了我姐姐和我 到澳洲雪梨去念书 上万藏书在澳洲一放就是好几年 直到1965年 姐妹俩先后离开澳洲赴美攻读硕士 1965年那个时候先赴的身体已经相当的差 他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大乱的情形很担心 叫我回暑假回台湾 盯住我这些书一定要保存 不能够让他这个受到这个损失 1965年罗嘉伦决定将藏书运往长女罗九方 美国西雅图的住所 而这一次一待就是49年 但对罗嘉姐妹来说 父亲的归属始终是故乡台湾 2013年的夏天 罗九方的一封邮件 也正式开启了上万藏书的回乡之路 同年冬天 政大图书馆馆长刘吉萱 与馆员张慧正启程赴美 五个工作天每天十个小时 完成了一万三千多册 一百七十五乡书籍的整理与搬运 如今落脚图书馆所属的设资中心 罗嘉人先生的收藏非常的广泛 剧翻文学 然后国防或者是编证 另外是历史 因为他本身也是历史学会的会员 涵盖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 语言辨籍中英法德等多元藏书 穿上书套后分类上架 极其珍贵的善本书和名版书 其中包括西元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二零年的 世界孤本黄玉史籍 还有一六零一年的瓷附标译等 则是部分以气泡布包裹 再逐步送进善本室保存 上万本藏书历经百年的岁月 数度的迁徙 飘洋过海回到台湾 也让台湾的珍贵文化资产多添一笔